開會 一堆人喬很久才能搞定時間的辦公聚會 每月一號老闆來找Winnie時 就是他最頭痛的時候 Winnie啊 這個月月會幾號 就是大家還太忙了 沒有回覆 不要每個月會會偷到月底 又不是月底檢討大會 知道 還想面對老闆的壓力嗎 想獲得行程管理小幫手嗎 現在就進來Outlook的世界吧 你需要的都會在這裡 聽說這集是Outlook系列特輯的第二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Joanne 歡迎再度回到小氣雲光辦公室 在第一集的Outlook課程中 大家已經學會如何快速整理信箱 及熟練的運用各種技巧 來為我們節省各種瑣碎的事情 省下來時間呢 就能夠更有效率的來去運用 但是每次要安排團隊會議時間 是不是一個頭兩個大 大家都這麼忙 到底要如何快速安排好一場會議呢 每次老闆跑來問你說 欸這個月立會時間的時候 你是不是心驚膽讚呢 請不要錯過這次的私藏寶典大公開 協調會議時間快速取得議題共識 還有代辦事項的規劃 就讓我們今天來為你解開吧 一起揭開每月使用密集 行程管理小幫手為你創造工作期間 立刻邀請本月大師 Office三樂五中小企業產品行商經理 來解救我們歡迎 歡迎ELC 謝謝 大家好 那ELC是今天算第一次上我們的節目 對 有點緊張 沒事沒事 好 那其實呢 既然第一次上節目 就要來做一些經驗分享吧 那像我們剛剛那樣子的情境啊 就ELC有沒有自己的經驗是 每次要安排會議 都要花很多時間 然後來去喬每個人可以的時間 然後最後才能安排出一個會議 有啊以前就是還在用傳統方式進行的時候 常常譬如說一個部門七個人 那我們就是 問七次嗎 對 問七次之後發現 第一個時間又不行了 所以我們就整個又重來 其實非常花時間 那其實如果遇到像這樣子 就會議時間難巧 然後真的是 真的是勞失動眾 然後又傷神 那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辦法 可以推薦給我們 有 其實有 因為像我們現在用Outlook 其實很多人以為它只有收發行間的功能 但其實不是 它其實還有行事力管理的功能 這個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對 所以譬如說呢 我們今天想要發一個schedule 其實我不需要一一去問人 之後再把schedule落檔下來 那對 決定來說我今天想要 3月 14 對 13或14 那我其實就是一樣點選 然後邀請與會者 那我就把我想要邀進來的人 就全部輸入 全部輸入 就像是 輸入完之後呢 我其實按排成小幫手 喔 對 那你看它這邊就會開始告訴我 對每個人的時間 像這個時段呢 就是如果它呈現藍色 就代表這個時段是有人不行的 那如果它是這種灰色 就真的說 欸你看像這個時間其實大家都可以的時間 其實在下方它就寫到 就不同顏色代表是不同的意思 對對對 沒錯 所以在這個排成小幫手裡 其實就可以看得到每個人的 可以或不行 那假設今天有一個人 他是請假的 在我要寄出這個schedule plus之前呢 那他會寫出來 對他就會告訴我說 這個人其實不在辦公室 所以我就不知道 這樣真的很方便 對 喔 所以其實就算有時候 我們會忘記說 就是這個人他可能請假或什麼 但是當我們把那麼時間 booking進來的時候 他就會自動跳出來說 欸你可能接下來發這個信給這個人 但他可能下這個時間 人家在請假 對 那欸其實有時候 像我們在公司啊 要辦一個會議 一定就是要有會議室嘛 是 搶會議室真的是搶讓頭很痛 對啊 像我們公司的會議室 其實有綁定outlook的系統 那是不是有什麼比較好的方式 很快就可以去搶會議室啊 因為像我們之前其實聽過 有些客戶他們很妙 他們的會議室開放是 譬如說 我在這個禮拜的 禮拜天晚上開放 下禮拜的 所以在那個禮拜天晚上的時候 搶票啊 所有的小秘書就會聚集在那個 電腦前 然後準備系統一開馬上 就要先去搶 但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沒有效率的方式 對 那些其實用outlook呢 非常的容易 像我們就回到我們剛剛這個會議 會議的部分 其實我們把 要與會的人 輸進去以外 我其實可以直接把 就是會議室直接就放進來了 就我們可能常用的那幾個 我們就選了 那我放進來之後 我一樣在排成小幫手這邊呢 你看 我就可以看到 像這個會議室這一間 全部都是白色 它就是空的 那舉個例子 你看我往前拉 假設到這裡 你看它這邊 其實就有被預定的時間 對 所以其實不管是人 或是會議室 其實我們是可以一次就完成 所以在outlook系統裡面 其實會議室就像是一個人 他有自己的行事力 對對對 而且更棒的是 我其實不需要一個一個去check 像舉例來說 我把我所有的會議室呢 都放在這裡 那你看 這是我們現在常用的會議室好幾間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 某一天的好幾間會議室可不可以 我不需要一間一間點 我就是全部把它勾選起來 比如說這樣 全部勾起來 有沒有 它就會呈現這個禮拜 每一個會議室的哪個時間 是可以的 對對對 所以我們其實就可以很快速的 找到 就是有空的會議室 對對對 可是有時候啊 會遇到說 就是 我們 就是發東西 就是發時間出去的時候 可能問的時間比較久 那有些人後來又突然有時候 做事情了 那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 是 我們不需要 就是對方不需要一封封的去conference 就是說 我這時間可能可以 可以啊 來講好了 假設我們以這個 meeting 這是比如說 Joanne你發給我在 meeting 然後 我打開之後 其實我覺得這個時間 我是不行的 我其實以往可能 就要寫信 或是打電話跟你說 就是其實你 雖然沒有booking自己的 schedule 在上面 但其實你有別的事情要做 對對對 那其實我可以 直接從這裡就可以 我打開 喔有個選項 對建議心 新的時間 那建議心的時間有兩個 第一個是可以選擇 我先暫定 然後建議心的時間 或者是我拒絕 然後建議心的時間 那假設你看我按拒絕 那有個選項 對對對 我就可以建議你的時間 那我在建議時間的時候 他其實結合拍三小幫手 所以我其實可以直接 馬上還可以 看得到你可以的時間 那假設我就覺得 欸你看這個時間 我們兩個都可以 那我就直接建議新的時間 那就用技術 很方便耶 而且你一旦接受之後 這個 meeting 就會直接被排起來 就是不需要我們在手動去拍 哇這樣真的是 所以其實我們就可以 利用outlook 幫我們做到 真的省掉很多 排成會議的這個時間點 欸那有時候如果說 真的就是大家人在各地 沒有辦法聚集在公司 應該有線上的會議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有 以前就是我們可能就要說 我先打電話給誰 然後在就是 什麼方式再用電話 再把誰拉進來 然後那個人再用call in 什麼其實很方便 對就是 其實在現在呢很方便 就是我們 假設我隨便開一個好了 然後 我們其實在outlook裡面 直接內建的這個按鈕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過 這個其實按下去之後呢 它就是一個teams的meeting 所以它就會直接在這邊 會有一個連結 那我把這個連結 就是發給余會的人 每個余會的人 他就可以透過 直接點選 對就進來 即便他沒有安裝teams的client 他可以用網頁版的 對他可以用網頁版進來 對所以基本上就是 我發給外部的廠商 即便他們公司 並沒有在使用teams 或是他們沒有購買 他還是可以用網頁進來 對 而且上面還有附電話號碼 就是如果說今天網路不通 那你就像傳統拨打電話號碼方式 哇那這樣其實就很方便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講到說 我們在會議前啊 總是要做一些我們的議題嘛 對 那或者是說開會的時候 要吃個下午茶 下午茶 可是每次呢大家就想 下午茶到底要吃什麼 我們議題到底要討論什麼 然後就爭執不休 對 有沒有快速能夠取得共識的一個方法呢 有其實有 因為像以前我們可能譬如說我們挑了一個什麼下午茶的時候 然後大家都會 訂了之後 欸不喜歡 然後訂了B 他不喝咖啡 對什麼 就很麻煩 所以現在呢其實我們在email裡就可以直接完成這件事情 那像我新增一個電子郵件 那我想問大家想要喝什麼下午茶的時候 我不需要就是一個一個寫信 然後等大家回 我直接在選項這邊 然後我可以插入一個投票按鈕 然後其實在投票的按鈕裡面 收到人他就可以直接點選 他就是選擇題 不會太過發散這樣 對 那就是從這邊進來之後呢 我可以在這邊自由的選擇我要的 像星巴克 像星巴克 星巴克真的是 大家很喜歡 對還有什麼例子 Coco Coco 好的 再來一個 小七好了 就評價 評價 OK 7 類似這樣 那我在這邊之後 選完之後其實我還可以 選 索取 索取持郵件送達 就是有些人就是愛已讀不回 對 就會知道他其實已經收到 然後再來說我又沒有投這個 你為什麼不投 對對對 其實這邊都可以選擇 像是送達 他會通知我 或是有 他打開之後他也可以通知我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選項都把它勾起來 對 像我譬如說我選了一個送達的回條 然後我選完之後呢 關閉之後 我這邊就打完我的阻止 下午茶 好 然後首先 好其實它上面就會寫說 已經新增了這個按鈕了 對對對 對對對 那我就把這個 發出去 好 隨便拿 類似這樣 然後就直接send out 那這send out之後呢 我其實可以看得到大家有沒有投票 對 那 例如說我現在已經送出去了 那 你看我現在就看到 喔 Peggy她其實已經回信 就是 她早投了之後 系統會直接回信給我 喔 說她已經有回覆 她的選項是什麼 對對對 那我在這裡其實說 我可以直接點進去看到 所有人的回覆 像是我剛剛寄給 好 下次Peggy啊 Paul啊 你看像Peggy就回 然後Paul他就是那個 已讀不回的人 但是我知道 真的 對對對 所以其實非常方便 嗯 那可是接下來我們就遇到說 就是已經確定好我們要吃什麼 接下來就可能 負責會的人她可能要去訂購啊 然後呢她還要去準備會議室啊 然後準備餐點 然後還要提案報告做其實很多的 非常多事情 對 就是人家事前都很多的to do this 會要去做 沒錯 可是我們常常會寫在我們電腦上面那個 sticky note 然後或是真的貼那個便利貼貼滿的電腦上面 然後走到一半就飛走 然後在路上還會撿到別人的 撿到別人的 那其實我是想說 應該有沒有 比較方便我們在生活上 可能無時無刻都可以拿出來 然後寄一下的 有 其實 其實我也想問一下九云 就是你通常在想這種 待辦事項是什麼時候 其實我說搭公車 或者是我睡覺前的時候 上車 對這種時候你總不可能 就是還跑去就是 拿電腦拿出一本 還要拿筆 對對對 其實我們有更有效率的方式 就是我們有個app叫做to do 它叫to do 其實它就是代辦事項目 很明顯 對對對 那它其實可以在電腦上面用 也可以在手機上面用 對 所以在廁所也都可以用 那想必就是手機了吧 對不對 是 不可能拿電腦 沒錯 像這是我自己的手機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螢幕上就是生產力工具 就是這個app叫做to do 對 那我點進去呢 其實這邊就是 我可以做一些選擇 那 例如像是工作的部分 那假設我今天想到說 欸我明天早上 要幫大家訂 早餐 好 新增工作 然後假設定早餐 我選定 早餐 好的 然後按完成 那其實我在選 像我這個是沒有設定那個dayline 那如果我要設定dayline 我一樣回到剛剛就是那個裡面 那它這邊就可以選擇 譬如說我要新增一個到期 就什麼時間點以前要完成 對對對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還可以選擇提醒我 對對對 那提醒我就譬如說開啟提醒 然後它就會在你一樣選擇 譬如說明天或是下一周 對對對什麼時候提醒我這樣 好 那我在這邊同步之後呢 其實它很方便是 這裡跳出來了 對它跟我的桌機版的outlook一樣 像是在我們這邊呢 有沒有看到這邊 訂早餐就跑過來 對即時就同步 而且很棒的是 假設我隔天到公司來 然後我把米店這邊選擇 訂早餐 我選擇完成了 譬如說標示完成 那我的神器這邊同時 會可以標示完成 對 就不會一直還要用那個筆這樣 一條要畫掉 對或是一條畫 然後畫了很多 那其實就很亂 是是是 那我們真的就可以聯動 to do的app 然後跟我們的outlook 結合在一起 無論是我在手機上使用 或是電腦上都可以 那其實這真的就是 Office 36很強大的地方 對 有時候我們都會誤會 就是每個軟體 彼此都是單獨作業 嗯 但其實每個應用程式 他們都能夠讓彼此 環環相扣 那可以創造出更強大 更流暢的協作體驗 是 謝謝LC 謝謝 有了outlook的行程管理功能 就能夠把握珍貴的每分每秒 會議時間難瞧 排成小幫手來幫你 別忘了還有teams meeting 那瞧不定的議題的時候 就可以讓郵件追蹤來搞定 有了to do app 聯動outlook 一切好瞧 最後一集的outlook特輯 當然是壓軸啦 LC要不要偷偷跟我們 透露一下是什麼的功能呢 像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很多是時間的安排 所以看得出來 其實時間的安排 對大家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但除了把時間安排好以外呢 我們要怎麼衡量自己平常的時間 到底是不是有效運用 那其實以前我們可能就要 用小秘書或者是 自己操操寫寫 但其實我們現在outlook 有一個很棒的工具 叫做myanalytics 那其實透過myanalytics 可以更有效率的 幫大家去評估你時間的運用啊 是不是有效率這樣 讓我們期待一下myanalytics 如何自動偵測時間分配 讓時間花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面 下個月主題 時間管理好聰明 善用AI讓生產力大躍進 歡迎訂閱Microsoft Taiwan YouTube頻道 或選下面連結 可以看到更多的內容 下個月請準時收看 小氣雲暖辦公室 Bye